是不是可以请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 澳洲何以它可以成为一个 蜜蜂的这个出口国呢 好 因为美国需要大量的蜜蜂 所以美国其实 哪里买的倒就跟谁买 对 那澳洲纽西兰事实上都有 他们经过检疫 然后他们也就可以出口这个蜜蜂 去给美国 那美国需要的蜜蜂的来源 也不止只有从澳洲纽西兰 那所以他们就是 澳洲就是固定提供了这个 有商人就把这个蜜蜂给卖到 卖到美国 那这一个问题 其实衍生后面的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是 美国2006年爆发这个蜜蜂 大量消失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澳洲 因为蜜蜂有从那边过来 他们认为他们从那边带病过来 那事实上后来去检测 检测也推翻了这个说法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物种 我们现在都很关心这些 外来种 入侵种 那借由贸易行为去把一些物种 在做商业的考量 然后把它转移的话 其实也会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 那如果这些问题 没有仔细去考量做的话 事实上对环境上面 也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他这些蜂蜂 过去以后 也会跟原来的那边的蜂蜂 自然界里面的一些蜂蜂 做竞争 那如果是他的竞争 比较在优势的话 那原来的这个本土的这些蜂蜂 可能就会出问题 那这个都是我们从很多层面来看的话 或是很多国家都已经有很大的教训了 对 而且真的就像老师说的 我们对于外来种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都知道 它有可能会造成生态的这种浩劫 可是我们为了一些经济上面的用途 做这种大量的这个动植物的进口 好像似乎就不太关心这个问题 这真的是蛮吊诡的一个思考 事实上我们国内像防检局 农委会防检局 他们就非常非常严格在把关这一部分 所以要进口这些动植物的话 其实他们都会有很深的考量 然后会做全面的考量才允许 那真的是蜜蜂的这个健康 跟我们农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那在影片中其实就有提到 在1995年的时候 巴西发现了这个非洲蜂 看起来它的身体是比较强壮的 那对于这个非洲蜂这样子的这个物种 它是不是能够成为 等于是未来最我们能够期待的这个 的帮手 那老师您的看法呢 好 非洲蜂的话 事实上这个事情要拉到 在60年代 事实上就已经 因为我们知道巴西是一个产蜂蜜 最大的一个国家 那长期以来 他们对于蜂产业是非常发达的 所以他们在60年代 事实上就已经试着想要去 遇比较好的蜂种 我们知道蜜蜂是一个寻养的动物 就像我们希望乳牛 它就是产牛奶比较多 那他们也希望遇到一个 这个蜂种是比较好的 所以在这育 育种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就发现说好 那非洲的那个蜜蜂 它事实上是可以引进来 那它会有还不错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效率 采蜂蜜的效率 采花蜜的这个效率 那所以他们就试着想要 做这些育种的动作 可是出了一个不幸的事件 就是这个非洲 他们从非洲引进来这个蜂 不小心跑出来了 在还没有做实验的时候 还关着的时候就跑出来了 那跑出来以后 这个这一箱的蜜蜂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凶悍的 很强势的物种 对 它而且是很容易攻击 攻击牲畜或是人 是 他们对于这个黑白之间的 这个对比如果很强的话 他们比如说黑色跟白色 他会对黑色的移植去钉 这样子 会去攻击 所以后来就有这个 杀人风的这个事件 所以每年在南美洲 就有很多这种 杀人风的事件出现 就是为了这个育种 然后去从非洲弄过来 那本来是认为它不会往北走 那现在已经进美国 早就已经进美国了 那老师你有提到说 这个非洲风它会北移 那它北移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 它事实上 有夏威夷大学曾经做过研究 就是发现 如果这个非洲风 它的雄风去跟 本来原来的这本土种的 这个蜜蜂去做交维之后 他们当他们产 在这个潮里面 产生新的蜂王 带有原来非洲风的基因 的这个蜂王 会提早一天羽化 那它提早一天羽化以后 就去把其他的通通都杀死了 其他的这个王台里面 其他的可能要育成王的这些 其他的杀死后 最后留一只 所以这整个潮到最后 就变成非洲化的这个蜜蜂 是 那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多的 非洲化的蜜蜂就会产生 所以引进这个不同地方的这个物中 好小心 很小心 那这个就是因为不小心 所以就让它跑掉了 是 那其实影片中很大的关注就是蜜蜂大量的死亡 然后我们也分析有相当多的原因 那老师您自己就你自己本身的这个研究跟观察 你觉得蜜蜂大量死亡 以台湾来讲它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 在台湾事实上有没有像欧美那样的所谓的大量的消失 我们所称的CCD 那如果照那个CCD的一个定义来讲的话 事实上我们在台湾事实上没有那样的大量的消失 然后也没有观察到 那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像我们在影片上也看到 美国它因为这个蜜蜂它做寿粉 所以它把蜂巢就放在那个地方 一个月以后它再来看 所以它来看的时候 这蜂蜂全部都不见了 所以他们有一个定义就是 这个所谓的Carnic Collapse Disorder 是蜂蜂大量消失 蜂蜂还在里面 就是这个蜂蜂还在里面 那食物都留在里面 那只剩下一些雄蜂或一些内蜻蜂在里面 那这一个外蜻蜂都不见了 好 那台湾的问题有没有跟这个一样 我们从目前知道 有蜜蜂大量消失的几个国家来看的话 其实在欧美 在欧洲是不是跟美国有完全一样的这个结果 我们看起来它消失也可能是整潮都 整个就是坏掉了 那整个都没有蜜蜂的 也不见得完全就是那么的典型的那个定义 那我们看到日本的状况 日本的状况也是蜜蜂大量的死亡 但是我看了他们的这个报道跟他们影片 也没有完全像美国那个样子 所以说只有公蜂不见了 然后留下来是这个 所以每个地方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对 但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是 整个世界的蜜蜂 好像就是在这几年忽然 一直一直一直在减少他们的数量 那我们台湾的蜂蜂是非常这个勤劳的 他们对于这个蜜蜂的这个照顾 事实上第一个规模没有像欧美那么大 那第二个他们照顾得非常勤劳 所以他们可能看着这一箱蜜蜂 它已经弱化了 他们就开始会做一些调整 就开始处理了 对 开始处理了 那我们这边出现问题倒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情况是 放蜜蜂在这个果园 或者是要采龙眼蜜的时候 放在这个一个地区 移到那边出去以后 发现它的蜜蜂慢慢慢慢就弱化了 甚至它的蛹就有一些就死掉了 被蜜蜂的公共就把它拖出来 就死在那边 那很可能就是有一些药剂上的问题 或者是得了病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的都还是比较急性的 局部性的 对 是 那像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 很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唤起大家 对于蜜蜂消失的关注 那这个片的导演也真的是足迹遍及全球 澳洲 中国 什么 欧洲各地去跑 那各位请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他在这个拍摄上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技巧 是我们在看纪录片的时候 可以有另外的观察呢 我蛮推荐观众朋友去 仔细看它那个蜂蜂在做胶尾动作 在高空上面飞行的拍摄 那很明显它可以很精准的 就是看到 是拍摄到这个蜂蜂在飞行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雄蜂去跟它胶尾 一只一只接着一只去做胶尾 那这个拍摄技巧其实看起来应该是很难 因为蜂蜂要做胶尾一定要在高空中盘旋 是 那这个影片里面克服了这一个困难 其实他用一个技巧就是直接把这个蜂蜂呢 黏在一个杆子上面 然后用这个 比如说用以这个比来讲 他把蜂蜂黏在这个地方 是 黏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那个摄影机呢 就直接focus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它伸到很高的高空去做回旋 就是一直绕 一直绕 那它在绕的时候 它就模拟这个蜂蜂在上面盘旋 因为它释放了费洛蒙 所以这个雄蜂就直接追上去 是 追上去 所以它可以很清楚很精准地去拍摄到 整个这个胶尾过程 就是辛苦它了 对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行为上面 拍摄上面的一个技巧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是 所以真的我们看了很轻松的一些画面 都是需要很多的设计才有办法完成的 对 那最后想请教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这两节的纪录片 都是在给我们提醒这个蜜蜂的生存的一些状况 那就您自己本身的昆虫学家的这个专业 您觉得我们看完这影片有什么重要的思考点 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 好 我常常跟我朋友讲 我说蜜蜂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人类的朋友 但是我们对蜜蜂实在不够朋友 我们对它的这一个 当然我们希望得到它的这个蜂蜜 很珍贵的蜂蜜 那可是我们又给它一个不好的环境 对 当然也对我们自己环境很不好 那我如何思考对我们这个朋友 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其实同时也是提供给我们人类一个很好的环境 这都是我们应该要努力 而且需要更多更多的支持 不管从各方面 从产观学的角度 甚至一般民众都应该要有这个观念 然后给我们自己一个好的环境 也给我们周遭环境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动物和植物 有更好的环境 我们才会永续 是 那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蜜蜂真的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而且也是很重要的环境指标 当它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环境出现问题 很重要的一个警讯 那我们大家都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共有一个环境 那维持这个环境的健康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那今天再次感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感恩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地球证词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